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仙Eats宠物仙食零食专卖的创办人 陈小平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小平你好 你好 小平想要请问一下 你是这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就是跟狗狗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让你会愿意辞掉之前的工作 然后专心为狗狗准备 适合他们的这些仙食呢 其实我会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养了我 先生家的一只狗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领养他了 我希望他可以在 就是假日我们休假的时候 可以认识就是认识其他的狗狗 所以我就是加了一些社群啊 line啊群组这样 然后认识了一群狗友 那我们有时候会相约 就是要出去吃饭啊 然后让孩子们就是一起聚聚这样 那发现到餐厅啊咖啡厅 发现他们都没有他们的食物 就仍有的点心有可以吃啊 主食啊或者是蛋糕这样子 但孩子们就是可能在旁边 没得吃然后等我们 那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人类有 可是孩子们没有 那我就开始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去自己去网路查 孩子们能 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什么食材可以用 哪些食材不能用 那我就是尝试制作这些东西 掀持点心出来给我的孩子们吃 那我的孩子吃 我也想说分享给我的那些狗友们 然后给他们家的猫孩们吃 然后发现他们也都愿意吃 然后家长们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他们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子的东西 那因为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请他们给他们家的猫孩吃 那越做越有兴趣 我开始查一些资料 发现有些地方有在教比较可爱造型的 然后也是孩子猫孩们可以吃的课程 那我也去学了 那上完课之后 我学了那些点心啊 然后做给我孩子吃 也回头给我的那些狗友跟猫孩们吃 他们都很喜欢 然后家长们都会对于 就是我的那些狗友们 他们觉得很有趣 做这些东西很可爱很精致 那也鼓励我可以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我之前还有工作 那所以我是在工作之余 就是下班啊 然后放假的时候做这些点心 譬如说我们 我知道可能两天后 六日我们要聚会了 那我可能会在礼拜五的下班 准备一些点心 然后顺便练习嘛 然后就是做这些点心 然后到可能餐厅的时候 分给其他的孩子们吃 毛孩们吃这样 然后越做越有兴趣 然后一做就到现在四年了 对 那是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嗯哼 其实你在做这个 鲜石的这个 临时专卖啊等等之类的 到现在为止啊 其实你已经有累积了这个 为他们甚至是一个生日派对的一个点心趴 嗯 有上百场的经验 对 我这四年差不多有累积有百场了 因为大大小小 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两场 一场是我的狗友他的孩子生日 他在日月潭租了游艇 那现场除了人类的buffet 那孩子也要有东西吃吗 我刚刚说我为什么只有人类有 那孩子们没有 那那个我的好友他就拜托我 做现场30多只孩子的点心 那我也负责就是那一天party 然后我就跟事前会就是跟 寿星妈妈说我想要做哪些点心 然后符合他的主题 那他也觉得OK 那现场做完之后摆出来 然后大家都觉得哇 很特别 在游艇上孩子们可以吃的buffet点心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看 然后也符合这个party主题 然后我的那个好友他就觉得很感谢 就是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然后让孩子们都吃 然后另外一场是人类的婚礼 对那我负责也是现场参加 就是人类户外婚礼的孩子们的buffet 婚礼的buffet 然后那现场我也针对 因为是婚礼嘛 所以我设计的几款是 有新郎新娘的点心啊 然后比较喜气然后比较漂亮可爱 然后浪漫的甜甜的那种感觉的那些 可爱造型的点心 那现场孩子们他们也吃得很开心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特别 因为没有看过毛孩的点心在婚礼现场 在游艇趴上面可以这样子被摆出来 像buffet一样这样子陈列出来 那大家都很愿意帮我拍照分享限动 然后就是都会遇到 因为我也是现场的参加的人 那他们都会来找我说 做得很厉害 然后越来越棒 然后觉得很特别 我的点心可以符合主题 然后又孩子们又喜欢吃这样 嗯 确实其实你的东西越做 凭着你对很多这个符合狗狗的一些健康啊 等等之类的 就是你还蛮强调的 就是你做完之后 其实你们家狗狗蛮幸福 他们的这个年龄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狗狗 有时候适合另外一个年龄层的狗狗 对不对 对 嗯 那就是我 这个部分就是有符合年纪的 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客人 他的狗狗年纪非常大 就是14、15岁了 那他因为他身体不好 他长期在吃药 OK 那因为他其实已经吃药很多年了 妈妈找到我之前 他就会对于胃药这件事情 他很困扰 但发现他订了我某一个小点心的时候 他孩子愿意包着药吃 那他会觉得说 难得他的孩子愿意吃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 你的这个点心杯子蛋糕 我孩子超爱 然后每次包药在里面都成功吃下去 他觉得帮了他的孩子 解决了他胃药困难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我做了这么成分很单纯 就是一些鸡蛋牛奶 然后做的一个点心 让他为他的孩子吃 成功吃下药 这样子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很愿意接客制的这个订单啊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喜欢仪式感 然后也很喜欢漂亮精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客制化这件事情 才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他可能可以提前告诉我说 他接下来的 比如说某一天 他的孩子生日 或者是他们要宠聚了 那这个节日 比如说万圣节 或者是他的孩子有生日的聚会 他是粉红趴 或者是恐龙的主题 那提前告诉我们都可以讨论 那针对他的主题 我可以去设计比如说一些符合恐龙的造型啊 粉红趴 我可能做一些蝴蝶结 粉红色的蝴蝶结的一些点心 陈列在现场这样子 就是符合妈妈的需要 食材使用上也是比较天然 就是符合 就是可以让孩子吃的也没有负担这样子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你的这个成就感 就是让你会从那个时候决定 要把这个镇子放到一边 然后真的投入 我相信他们给你的回馈 尤其是你这些狗友 他们告诉你你做的有多好 对不对 对我真的 就是我的这四年来就是支持我 然后陪伴我的这些狗友们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 因为其实我比较 对于这个事业是我是跨领域 我完全没有学过 我也不是学餐饮的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挑战 但是我这群狗友 他们会给我从我的每一次的发想点心制作 然后请他们帮我试 给他们的孩子试吃 给我一些很多正向鼓励 然后一路来陪我讨论啊 或者是听我一些分享 我可能有一些比较情绪低落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正向鼓励 然后告诉我说相信自己 相信你自己 你做得很好 然后不要灰心 然后继续下去这样 所以 我真的除了我的动力 这四年来我的动力 除了就是这些 愿意回头的这些顾客以外 这群狗友 就是好朋友们真的是帮助我非常非常非常多 就是非常感谢有他们在我这四年来的日子里面有他们的存在这样 嗯嗯嗯 其实你对狗的那一种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说狗啊 就是你们的毛小孩啊 的那个爱心真的很够 所以才会让你就是毅然决然的就是跨入到这个领域 那到目前为止啊 就是该怎么讲 你的一个方向啊 你的一个短中长期啊 你会怎么样的想要去再往前走呢 嗯 我短期就是 其实我经营也四年 短期我会希望把每一次的点心 节日的点心再做得更好 然后也希望我的 认同我 理解我 然后知道我用的食材都很好 就是我都不会用那种 可能比较边角料啊 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就像我们的家人 那我 我敢吃 我做出来东西我敢吃 我也愿意给我家的孩子吃的那个角度去做点心 我要把这件事情一样就是做好 维持现在的水平 然后甚至再更好 那中期的话 我有想要就是把我的学 四年来的创业的一些经验啊 然后制作这些点心的一些 心想就是想法 然后怎么操作 怎么做的这些技巧 我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做教学 但是就是也要在规划中 然后长期的话我会希望 我的终极目标 就是可以开一间複合式餐厅 除了可能卖人类的食物 就是餐点以外 有狗狗吃的点心啊 在现场可以吃得到 以外我还希望可以结合 其他的 比如说宠物美容 宠物摄影啊 然后在现场 这是可能旁边隔壁 这样子 然后大家还是一条龙的 然后你出来餐厅吃饭 可能宠物美容的时候 孩子去洗澡 妈妈可能在旁边可以做美容指甲 或者是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是大概是希望可以做到复合式的 对不会只单一可能餐厅 有个草地孩子跑以外 就这样子的一个新想法这样 嗯 其实复合式就像斜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以后不会就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元素 可以吸引人们去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去感受那里面的一个 一个服务 可能都要在多方面的能够就是满足 才有办法去吸引人过去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正确的 其实在这个最近以来 我相信你一定观察到 就是这个宠物市场啊 它的一个蓬勃发展 可是你继续的往前走 就是因为你真的有经营出自己的特色哦 对不对 我经营这四年来 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一些跌跌撞撞的一些经验 然后就像我您刚才说的 就是其实近一年 我投入那时候其实对于宠物烘焙 宠物鲜死点心这个完全 其实没有太多人关注 也家长们对于这个点心啊 这种特别的东西 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不会说我孩子就吃饰料就好啦 或者是什么 不会有这么多的 生日要给他准备一个点心 甚至办party 邀请其他的狗友一起来共享 这样没有这些想法 但近一两年可能我们照顾毛孩来 就是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家人 然后就会对于他们 就会想说有节日了 有圣诞节啊 有万圣节啊 有过年啊 为他们也准备一些点心 然后这些想法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的人也投入这个市场 所以我也觉得说近一两年来 成长的烘焙的这个路上 越来越多人知道 然后家长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未来 有想要投入的人 他其实就是想要投入这一块 从烘焙零食啊 或者是甚至现实点心蛋糕 这类的想要投入的人 我觉得其实就是 不用担心你做的不好 就是也不用怕说没有人认识你 因为我也四年了嘛 就是其实也是一点一滴 从这些你的经验里面 大家会相信就是认同你 知道你的东西是对孩子好的 然后孩子们也喜欢的 就慢慢的能理解你 然后喜欢你真心喜欢你的 所以如果想要投入这个市场 就是保持初衷找到热情 就像我到现在觉得做这些点心 虽然花很多时间 然后也需要做很多的前置作业 要可能要想说 这个食材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呈现 这个食材怎么样的呈现 才会出现我想要的效果 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就不要担心不要踏 就是做就对 然后从中找到兴趣热情 就是大家就会看到你 然后会喜欢你 然后持续回购这样子 对啊 其实就是有一些社群里面的人 跟你讲说 你的知名度在我们这边很高 对吧 对对 就是我想要跟你 就是很蛮让我很开心 一整天 可能两三天都还在觉得说 我的点心真的被看见 就是有一个妈妈她第一次来跟我买点心 但是她买的那个时候不是问我说 我的食材怎么样怎么样 她是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 你的点心在我们的发痘小群里面 超级有名很有名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她的这一个可能 她只是一个表达一句话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 很大的重视 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我就觉得说 原来我的点心孩子们都喜欢 家长们都是觉得很不错 然后愿意分享给其他的狗友 然后他们 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其实你的 你的点心在我们的这一群里面都知 就是都很有名 那我问他说是哪一个人跟你说的 就是哪一群 然后发现他其实里面好几个都是我本来的客人 那这些几个原本都是我的客人 他们其实都会在 他们宠居或要生日的时候 提早订我的点心 然后带到现场 分享给其他的毛孩们 那其实间接的这些 其他不认识我的家长们 然后从那个每次的点心里面 认识我 然后孩子们喜欢 那间接变成我的客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开心 就是我 我的点心不是会只有可能某一几个孩子 但透过他们主动帮我分享 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越来越多孩子喜欢 对 其实当做出口碑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转介绍 以后的你呢 也许就是不会只有在做这个鲜食的这个部分 可能课程也是你要去规划的 这些都要提早的去把它规划出来 然后让更多的这些 就是为自己的狗狗做一份食物的那份初心还是最棒的 对 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的 鲜逸宠物鲜食临时专卖的创办人陈小平女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分享他对狗狗的一个付出 然后怎么样真的实际化为行动 不会只是用这个斜杠的方式真的完全的投入 到现在已经超过四年 也看到宠物的这个领域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然后在这个当中 他也许就是更深入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课程 有更多的有缘人可以一起来参与 对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辛苦了